大家好 我是吉安游侠 现在回到伊朗来了 在这里遇到一个骆驼 在这里遇到一个骆驼 傻给他们吃 他知道我给吃的给他 别咬我 我给你换地上 不 不会咬你 牙那么大肯定咬 不会的 那这样的我可以拿 这么多 应该够他吃一个 肯定不够吃 没有水 他不需要喝水 他要喝水 不需要 他几天不喝水也没有问题 几天不喝水 应该不会攻击人吧 骆驼应该是很乖的 在地上 前面有好多 我们刚才经过的时候过来很多 我们现在在喂骆驼 然后老板过来了 骆驼的老板 我以为是野生的呢 骆驼都是有老板的 我们来到一个棍场里面 然后看到这里方有一个棍棚 但是矮了一点点 我在问他们 这个棍棚搭建一个要多少钱 按平方算大概要多少钱 你看这地上有一些钢钩呢 土地是不是很贵的 土地也就 多少钱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一个平方 到时候看看我们要是买这种钢钩 自己盖 看看需要多少钱 他们说不是很贵 这里是一千个平方 一千个平方 然后 买土地是二十块钱人民币一个平方 然后盖 这个人盖起来的 他说整个一千个平方 以这个高度的话 差不多在三米到四米的高度 其实我们是不够用的 一百多一点点 他说一百多一点点人民币左右 一个平方 明白了没有 这个盖起来的话 一百多人民币一个平方 这个是一千个平的 这旁边 小一点点 这个小一点点 还没有盖起来 就是矮了一点 就是这个点是三米 他说是租金一千人民币 然后押金还不知道多少 老板不在这里 到时候问一下老板 押金是多少 现在又来工厂了 然后 然后现在做下产品测试 再说 好的 又是又是又是 这次是赶着 这次是赶着明年了 明年开年过后要用的 这个地方是包装的地方 从这里开始包装 定牌两个罐子 后面 后面几个漏斗 几个漏斗 到底下来 定牌的 定牌就是两条线 然后在这后面的话 就是一个大的罐子 应该是这个大的罐子里面 下来到这个机器里面 从这里进来 然后再上去 再从上面的 两个漏斗 上面几个罐 四个罐子 然后到下面 中间一层 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呢 一个漏斗 再到这个漏斗过来 再到前面去 到这个位置来 再上去 到了大罐子 大罐子下来的话 就开始包装 这边是烘烤部分的 这边是烘烤 那边是抹碎 它这个是比较先进一点的 它是先抹碎 到那个罐子里面去 然后再来这里烘烤 它是有区别的 有些是先烘烤 过后再抹碎 但是它这个是抹碎 过后再烘烤 是比较好的 后面的话 还有两个大罐子 这个就是生产线了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出零测试 这个是200克的粉 对吧 然后154克的水 先放进去 浸泡两分钟 开始浸泡两分钟 过后 搅拌三分钟 这种测试方法呢 主要是做那个 陶瓷模具的 10克粉 它能运到很多地方 陶瓷模具 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话 它们是运到建筑 还有一些产品添加剂上面去的 125目的 是运来做油漆上面的添加剂 再就是还有一种纤维石膏 是运来食用和药品 在伊朗 它是透明石膏和这种 白度特别高的 也就能达到88到92之间 达到白度 这个是运来做一些特殊的一些产品 有些那个陶瓷啊 都可以运得到的 好的 我们现在去阿巴斯直辖市 这个市政府去问一下 关于租一个仓库大概需要多少钱 然后以及它周边的环境 要求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行业工会 关于需要了解到这个行业的一些信息 关于我现在要做的事情的话 还是比较麻烦的 要么租一块仓库 要么就是买块地自己盖仓库 刚才的行业协会呢 它有所有注册的仓库的联系方式 地址和负责人 在伊朗这边 你要找任何行业的话 你直接去找他们 当地的行业协会就可以了 所有事情 所有的问题呢 都能在行业协会 就是你这个行业 在这个行业协会里面得到你想要得的答案 不需要盲目的去这个找那个找的 那是用最笨的办法 我们一般的话 都是先去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问信息的话非常准确 而且的话都是官方的嘛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问这个人问那个人的 所以说这个比较官方的 仓库租的太贵 或者是不合适 我们准备买一块土地来盖仓库 买一块土地这边也很便宜 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地方 是20人民币一平方土地 然后如果盖一个铁盆子 加上其他的弄起来的话 还要是110人民币一个平方 大概这些费用吧 我们现在去 市政府主要什么 直下是管理土地的地方 刚才在自然自用部出来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我早晚没吃饭 中午也没吃到现在才在路边 看到了一个鸡肉米饭 吃好了之后我们要跟几个人见面 这里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如果在这边想要有一块土地 是很麻烦的 我们个人是不可以买的 必须是公司 公司的话不可以是独自的 是需要合资的和一览合资的 再就是如果我们项目比较好 我们可以在政府部门 也就是招商部门去申请土地 他们认为我们的这项目比较好 土地可以送给我们的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 政府部门我感觉应该不感兴趣 所以说他们也不指望他们给我们土地了 我们需要购买 要么就是买国家的 要么是买个私人的 如果买国家的话 就需要我们刚才那些步骤 好的大概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如果后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话 会慢慢跟大家分享的 我先吃饭等我又要去见好几个人 喜欢我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